民族英雄人物之蒋介石 据大纪元报道 1967年亚洲反共联盟扩大为四届反共联盟 在世盟首届大会上 创始人蒋介石致辞 中华民国是受共产祸乱最早最深的一个国家 也是揭发共产罪恶最先最利 并且是以鲜血来清洗共产祸害的一个国家 此刻我们要努力的 就是要让一个团结的自由世界 去击败一个分裂矛盾的共产集团 但自由世界对此却无清醒认识 蒋介石痛心地说 可惜是自由世界在对抗共产罪恶非常缓慢 有些地方甚至被盗而驰 误以为中共的第二代可能转变 误以为大陆七亿人口仍然是它可以控制的战争资产 误以为只要再和中共坐下来谈 就可以减少它的自衰暴力 中正深知世界的反共联盟组成以后 各位反共领袖的每一努力 就是在削诸倔根 物与霍林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 蒋公的话在今天欲加显出远见着实 1967年大陆遭受文革之乱 反传统登峰召集 蒋介石痛心疾首 指责中共是全人类全民族的大敌 唯有在时间的考验之下 在民族大义的正硕之前 才能揭穿它欺诈恐怖残忍疯狂会乱的罪行 1970年代初 为转移内部危机 中共展开了新一轮国际统战 用笑脸外交和经济援助的手段 骗取国际同情 一些反共国家中招 开始示好中共 疏远中华民国 1970年1月13日 蒋介石接见外籍记者时 有人问 若干西方国家 想不顾政治原则 与中共扩大贸易 阁下的看法如何 蒋介石打 对共产党来说 政治就是经济 经济就是政治 世界上许多不明了共党 是以经济为手段 达到其政治为目的的 1971年 讲公日记中 记载着他的担忧与信心 自由世界的经济 与政治制度 皆有研究之必要 唯我三民主义 乃可补救其弱点也 此黑暗之时期 痛苦之时期 乃不是耻辱 而是光明在万的时机 自问内心 毫无愧舍 乃是我脾疾泰来 奋发土强 打破艰困之时 但心神之煎熬 可谓疾也 1971年7月16日 大陆播出一份公告宣布 尼克松将访问中国大陆 蒋介石对此没有公开表态 但施下里 对尼斯背信弃义之举 品其为尼丑 尼斯 1967年 曾敬见蒋公 谋求为其总统竞选 提供资金 蒋公 1971年12月14日日记中 记载 尼丑为单选之前 来台北相反 比满怀我协助其选举资本 因其未先提 而我意味提也 此等政客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三年后 尼克松遭遇水门丑闻下台 震惊世界 验证了蒋公 败事有余之说 1971年双十节 蒋公在中华民国六十年国庆大会上演讲说 今天的世界正深陷于邪政不分 善恶不分 以黑为白 鸡飞成事 充满贪婪 迷茫 骚乱的痛苦时代 国际姑息分子 虽无视于我们民族的潜在关热 但在自由正义上 却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这个时代中大无谓的中流砥柱 建民国六十年国庆文告 1971年10月26日 中共入联合国陈定局蒋介石发表公告 我们本汉贼不良励志立场 及维护宪章之尊严 已在该案支付表决之前 宣布退出我国所穿险缔造的联合国 据本届联合国大会智慧宪章的宗旨与原则 知公理正义与不顾 可耻地向邪恶低头 悲怯地向暴力屈膝 则当年我国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 今天业已成为罪恶的元素 建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全国通胞书 1973年 蒋公在国民党十届四中全会上指出 海外也有一些蛮流者虫 1971年双十节 蒋公在中华民国六十年国庆大会上演讲说 今天的世界正深陷于协政不分 善恶不明 以黑为白鸡飞成事 充满贪婪 弥漫 骚乱的痛苦时代 国际姑息分子 虽无视于我们民族的潜在关热 但在自由正义上 却不能不承认 我们是这个时代中 大无畏的中流砥柱 借民国六十年国庆文告 1971年10月26日 中共入联合国陈定局 蒋介石发表公告 我们本汉贼不良力之立场 即维护宪章之尊严 已在该案支付表决之前 宣布退出我国所参许缔造的联合国 据本届联合国大会 自毁宪章的宗旨与原则 只公理正义与不顾 可耻地向邪恶低头 悲怯地向暴力屈膝 则当年我国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 今天业已成为罪恶的渊素 见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通胞书 1973年 蒋公在国民党十届四中全会上指出 海外也有一些蛮宠者流 误认中共虚焦的气势 乃代表中国之强大 思维中国人之光荣 而并不深思中国人 就因选择何者为正确历史道路 更不深思中国人所担爱的中国 纠细中国人之中国 还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中国 也不深思今日共产主义 中国之强大 大陆七亿中国同胞 纠细其受益者 亦为其受害者 也不深思如何确保人民 能享受国家强大之幸福 并非换来痛苦 以至于换来如希特勒式的毁灭 1975年 蒋介石在他最后一次元旦致辞中说 中共重压所创造出来的政治的 经济的 社会的 无数阶级的悬殊与不平 1973年 蒋公在国民党十届四中全会上指出 海外也有一些蛮虫者流 误认共匪虚交的气势 乃代表中国之强大 思维中国人之光荣 而并不深思中国人究竟应选择 何者为正确之历史道路 更不深思中国人所担爱之中国 究竟中国人之中国 还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中国 也不深思今日共产主义 所谓之中国之强大 大陆轻易中国同胞 究竟其受害者还是受益者 也不深思如何确保人民 能享受国家强大之幸福 并非换来痛苦 以至于换来如希特勒式的毁灭 1975年 蒋介石在他最后一次元旦致辞中说 中共重压所制造出来的政治的 经济的 社会的 无数阶级的悬殊与不平 以绝非任何资本主义社会 所可想象 建中华民国六十四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同年 蒋公在遗嘱中总结了自己一生最大的事业 近二十余年来 自由基地 日益金石壮大 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 展开政治作战 反共复国大业 番期日新月盛 全国军民 全党同志 绝不可因余知不起 而怀忧善志 历史上 有神通的人 留下的语言通常不直说 采用暗示 猜字等手法 极聪明的人 也只能在事后拆出谜底 而蒋介石 对中共的预见 则是明说 不做任何解读 可见 蒋公的神通 不在历史上的高人之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主主乃 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